很開心今天又在這邊跟大家見面 大家一定會好奇 今天威廉到底要介紹什麼樣的產品 首先大家都知道 SONY一直帶著電視的一個趨勢 由過去LCD到4HD 去年我會大家介紹LED還有3D 非常開心 每一次一推出新產品 馬上就得到市場的Numberware 真的謝謝大家 但是趨勢一直在變化 過去你對產品你的期望可能是觀看 聆聽 但是呢有了網路一切都變了 今天你對產品的期待可能是要可以學習 要可以分享或者是要可以搜尋等等 那你會想那電視呢 可以邊看電視邊上網嗎 我們知道你對現在的電視已經不滿足了 所以今年我們將重新定義電視 很開心會大家介紹全系列的SONY INTERNET TV 我們將從4個趨勢來重新定義電視 首先我要講的是網路 過去我們都只能被動的看電視 你可能從第一百台轉到第一台 再從第一台轉到第一百台 其實非常無聊 但今天有了網路之後 你就可以選擇YouTube頻道 當你看到YouTube的時候 你可以立刻的搜尋 比如說林志玲的新聞 馬上你就可以看到林志玲的影片 所以簡單來講 你是做自己的主人 主動決定你想要看的內容 當然不只看不完的YouTube 我們今天SONY TV 要給你最多的網路頻道 國內外 包括26個全部的頻道 你有進行 尤其是大家上面看到的 國內頻道 從新聞到音樂 從電影到電玩 完全貼近你的社會 而且最棒的是 透過網路的更新 你的頻道會不斷增加 當然網路頻道不只是如此 我接下來要為各位介紹一個很酷的應用 大家有看到上面 這對主族是我的朋友 那平常相隔兩地很少見面 但是今天有了視訊電視之後 他們每天見面 因為大畫面就好像人出現在你面前一樣 這過去只有科幻電影才看得到 這麼酷的一個應用 我這邊不能講講而已 所以我一定要現場demo給大家看 在我身後 大家有看到一台60吋的電視 大家想想 60吋的視訊電視 哇 那多酷 而且你知道更酷的是什麼嗎 假如這裡面 內建的林志玲的Skype帳號 現在我就來試試看 好 首先 我們先找到Skype功能 然後呢 按下去 你會看到你所有的網友名單 包括現在的志玲 包括現在的志玲 好 那我們來打電話 好 那我們來打電話 喔 現在正在撲號中 為什麼電視上會出現視訊電話的畫面呢 哈囉 William 哈囉 志玲 我現在正在為記者做示範 你可以看得到我嗎 是 可以看得到你而且非常的清晰 為什麼可以呈現視訊電話呢 其實這個道理很簡單 今天Sony Internet TV可以連接網路 而且你就支援Skype功能 所以當你電視跟路上Skype帳號之後 你可以跟所有的Skype裝置做連接 這個就好像你在電腦上使用一樣簡單 這樣你懂嗎 這樣我了解了 是你透過Sony Internet TV 以及透過Skype 透過這個網路呢 我們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 你都可以跟自己親愛的家人 最親愛的朋友們 保持一切的聯絡 是的 好 謝謝志玲 也幫好了 謝謝 而且不只是Skype 接下來我還會為各位介紹更多的應用 謝謝